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独缺少一座共同的宗祠 用来祭祀金门陈姓始祖太复公陈庸 于是陈姓族人选定京城西门礼 在1904年开始筹建陈氏宗祠 由陈左财等人奔走张罗 花费六年的时间才新建完成 为了纪念这些人建造宗祠的辛苦 特别在东乡房设立了一间陆卫厅加以供奉 陈氏宗祠的正厅又称为中贤祠 形式是闽南风格的两落大错 正面的木雕石雕都非常细腻精致 内部的装饰也非常讲究 雕刻许多花卉鸟兽在漆上彩金 将宗祠点缀得富丽弹簧 四点金柱上的对联 还有罕见的苗金彩绘 相当值得一看的 城市宗祠西侧那一排店屋 是六零年代把宗祠的新商房改进而成 老店屋特有的半墙高的买卖窗口 二楼门面上的圆窗 现在都显得老旧了 但当年可是非常风光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